大家好,我是安迪 今集跟大家說說 俄羅斯總統寶京宣布重要決定 烏克蘭人民入籍俄羅斯好著數 眾所周知 俄烏衝突已經進入比較關鍵的階段 在西方援助武器陸續抵達烏克蘭境內之後 不僅滿足了烏克蘭高層和寡頭的利益 同時亦都提升了烏軍的戰鬥能力 一款海馬斯多管火箭炮系統就有這麼高的戰鬥力 如果F-15和F-16等戰機加入戰鬥 俄羅斯就會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所以未來還要看西方願意增加多少籌碼 但是問題的關鍵其實不在於武器的裝備 雙方目前不僅是搶時間大戰 更重要的就是搶人大戰 俄羅斯經過裁軍和軍改之後 也只有136個型級戰鬥群 總人數都不夠烏克蘭那麼多 所以隨著俄羅斯佔領地方的逐漸增多 人手無疑是關鍵的難題 在前段時間俄羅斯軍隊再次調集大軍前往哈爾松等地 蓄意看出俄軍人手的吃力 烏克蘭有四千多萬人口 其實就是一場拔河比賽 只要烏克蘭有一部分人加入俄羅斯聯邦的國籍 自然烏克蘭的動員令就會做空 俄羅斯不僅獲得了人口 也獲得了草地 甚至獲得了冰原 用當地人執行二線防守 循來任務自然是最適合不過 同樣到了烏克蘭身上也是一樣 只要烏克蘭能夠牢牢掌握住人口 俄羅斯除非下令總動員 否則也不會有太大的作為 根據報導近期有消息顯示 俄羅斯總統普京公開說 只要原烏克蘭的居民加入俄羅斯國籍 所有欠烏克蘭銀行的貸款都會一筆勾銷 每個人還能夠獲得五萬奴報的獎勵 要知道在扎波羅爾州、喀爾松州 很可能即將在九月份進行的公投背景之下 這個利好消息有多大的誘惑力呢? 尤其是對於烏克蘭的年輕人來說 那無疑就獲得債務上的重生了 所以接下來就要看烏克蘭如何應付 當然烏克蘭不可能破壞自己銀行生態系統 所以減去俄軍佔領地居民的貸款是不可能的 這樣烏克蘭手中的籌碼可以說就沒什麼了 只能夠發佈一些威脅論來試圖阻止烏克蘭民眾歸信俄羅斯 在我看來這一招很有智慧也很絕 根本上俄羅斯沒有什麼損失的 拿的都是烏克蘭的錢去做好事 這樣又何樂而不為呢? 今集講到這裏 謝謝各位收看支持 下一集再見